有了偉健 听着八个月大的肚子 孕妇喘到说不出话 她就是七宝妈 还比我吸个大汗 就把我扛下山 怀孕爬山结果还得劳动救难人员协助 扛下山 七宝妈的脸书上救度道歉 有一些人造成了伤害 在社里跟她说对不起 怀孕时除了挺着大肚子去爬山 甚至还背着baby练习滑雪 结果婴儿根本没有穿访护衣 七宝妈的争议 从2022年10月怀第六胎 登山被扛下 隔年的4月怀了第七胎依旧上山 接着滑雪碑因无户拒 当时高雄市议员接获陈琴 社会局强制亲职教育 后来七宝妈的医生老公 诊所建筑为建被检举 生产后的七宝妈全家出游 三年活动让孩子生吃三腔肝脏 再度被亲职辅导 七宝妈的网站以养育孩子为主题 拥有30万的追踪者 但是过去的争议时 也都因为教养方式而起 七宝妈家诊所的违建 目前已经拆除 但是掀起的波澜 短时间恐怕难以消灭 三地新闻托永泉坠荣